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38课 这就是Lesson 38, The First Calendar,最早的日历 那么像往常一样,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请同学打开书到174页 Open your box at page 174, 174页 好,快些啊,咱们把生词和短语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174页,开始 Calendar,Calendar Historian,Historian 注意,这要酌化,不要读Historian 因为在S,我们中读音节声带要震动 再来遍 Historian,Historian Unique,Unique Steadily,Steadily Solely,Solely Video,Video,Video Video,Video City roam,City roam,City roam Bewilder,Bewilder Bewilder Deduce,Deduce Scan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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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e,Clue,Clue Dot,Dot,Dot,Symbol,Symbol,Engrave 注意,最后一个还是停留在上牙处下唇发V这个声音,再来遍 Engrave Engrave Ivory 注意,这个发音不要读呢 Ivory 大家注意到了吗 这个音标里面那个倒写的字母E啊 它是发这个这个是鞋体字印刷的 鞋体字印刷表示 李老师说过 表示理论有但读不出来 所以不要读Ivory 而是Ivory 一带而过那个R是不发音的 再来遍 Ivory 好,右上边还有再进来 Memoth Memoth Task Task Nomad Nomad Correlate Correlate Phase Phase Primitive Primitive Depict Depict 好极了 这是这个书的声词和端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 这个重点的一些词汇 好,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先看一看题目中的日历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alendar 再来一遍 Calendar 这个表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个日历 这个词呢有几个固定搭配 咱们能尝试不得记住 比如说阳历和阴历 阳历和阴历分别用太阳的和月亮的 这两个形容词来修饰 那么阳历就按照太阳的这个来记得立法 阴历呢是按照这个月亮圆缺记得立法 所以我们先读第一个阳历 Solar Calendar Solar Calendar 这个Solar表示太阳的 再看后面这个词 叫阴历 Lunar Calendar Lunar Calendar 叫阴历 还有呢我们说中国的农历 就是中国历法 我们大声阳读一下 Chinese Calendar Chinese Calendar 这是中国的农历 有的农历跟阴历不一回事吗 咱们中国的历法属于阴历的一种 所以呢中国的农历是阴历 但阴历未必一定是中国的农历 因为很多像以色列这个地方历法也是用阴历 所以中国历法是阴历的一种 还有跟它类似的 还有像万年历 就是用永久的这个词来修饰 这个词咱们见过的 大声里面 Perpetual Calendar Perpetual Calendar 这是万年历 还有呢我们常说这个什么台历 还有挂历 这当常识咱们记住就好了 先读一下台历 Desk Calendar 就放在桌子上的历 还挂在墙上呢就是挂历 我们大声里面 Wall Calendar Wall Calendar 好 这是一个常见的 阳历 阴历 农历 万年历 台历 挂历 咱们的生活常识咱们能记住就好了 好 第一个重点词咱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就是这个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这个特别重要 相关的词特别多 我们跟老师大声先大声读一遍 Unique Unique 叫文艺的 独一无二的 没有任何跟他能一样的 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咱们先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这个词做定语 做表语都可以 比方说做定语 A unique position 这本文中出现的这个搭配叫 夺天独厚的 独一无二的地位 只有这么一个再没有第二个了 夺天独厚 独一无二的这个地位 一会儿在第一段里就会出现 还有呢 我们看做表语来用 Each person's DNA is unique 每一个人的DNA 就是这个遗传的脱氧 核糖核酸这个基因 怎么样呢 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另外一个人跟他能重复 独一无二的唯一的 你看做定语 做表语都可以用unique 但这个词的其一个搭配 就是对什么来说是独有的 就是be unique加解写to 对什么来说是独有的 没有任何重复 这个加解写to 我们看一个类似吧 比如说 fingerprints are unique to every individual 这个指纹对每一个个体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 指纹甚至可以当锁这么用 没有任何人跟他重复 对什么来说是独有的 是特有的 叫be unique加解写to 那么看到这个搭配 使大家回忆起来 我们在第18课讲过一个 跟它类似的用法 就是be peculiar to 我们知道 peculiar这个词 本来可以表示奇特的奇怪的 但是我们加解写to 就不能翻译奇怪的了 得翻译成是什么什么 所独有的 它并不奇怪了 在这做表语加解写to 意思变了 我们再回顾这句话 pandas are peculiar to china 得翻译成大熊猫 是中国特有的动物 不能说大熊猫在中国很奇怪 它在中国一点也不奇怪 是中国特有的 跟它类似 可以跟这个unique同时来记 搭配类似 那么还有跟它类似的 我们不说是什么什么独有的 我也说仅局限于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没有 局限于 有好多重要搭配 比如说 先看一个咱们在未来 第三单元会出现的一个搭配 叫be confined 加gis2 这confine本来可以表示 关起来或者限制的意思 刚好被动 be confined 2加gis2 叫仅仅局限在某个地方 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59克 就是264页的第27行 264页第27行里面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Therefore collectors are not confined to any one country 因为这个收藏者 收藏家们怎么样呢 是不会仅仅被局限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的 翻译成什么中文呢 是不是可以翻译成 但是因为收藏者怎么样 是无国界的 没有国界的 叫be not confined to any one country 不会限制在任何国家里面 收藏者经常在异国的收藏者们 也会相互的来交流来沟通 这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 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它来替换的 有be limited to 也是限制在什么范围之内 我们看一个报上的一个片段 The air strikes are limited to military targets 也是仅仅局限在什么范围之内 这个air strikes 就是空中打击或者发生空袭 类似aired 是什么意思 它仅仅局限于军事目标 就是不会对民用的民房 什么教堂 不会发起攻击 仅局限于军事目标 be limited 一样可以加其次to 用法类似可以替换 还有一个稍微重要 稍微正式一点的大配 也是考试重点词汇 就是be restricted to 也可以翻译成限制在 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我们就来自于这个动词限制 把后面的ED去掉 我们大声度下 restrict 这个搭配叫be restricted to 也是限制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咱们放在一块记就特别好记了 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access to the company files is restricted to management 这个access就可以表示到某个地方去 能到哪里去 或者能用它能动这个东西 这个management当不可署名词 可以表示公司的管理层 注意管理人manager这个经理是可署的 但management表示管理层 是个不可署名词 就是仅仅公司的这个管理层 才有这个权利动公司的这个档案 这文件档案 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仅仅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就to be restricted 这是我们看跟unique 读一无二的仅局限于什么范围之内的 这相关词汇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副词叫唯一的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来遍 sully sully 好 这个词叫唯一的 那么这是副词啦 其实生活中它的形容词要常见得多 就是把这个ly去掉之后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soul soul 叫唯一的 就这一个唯一的 那么当形容词我们也看一个简单例子 he is the sole survivor of the car accident 他是这集car accident就是车祸啦 是车祸中唯一的幸存者 就这一个没有第二个 唯一的 跟它类似的有好多 比方说大家最熟悉的 先看简单的可以用only 或者single only 可以当形容词来用没问题 也是唯一的 就这一个 这个single咱们在二字巴克曾经见过一次 我们复习一下在一百三十四页的最后一行 一百三十四页的最后一行 他说 to this day it has never written a single word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支漂亮的钢笔呢 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过 唯一的就这一个 single only soul 含义是类似的 在写作中 咱们替换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 不是写作最忌惑雷同吗 好 我们再看稍微文言一点的搭配 跟它类似 也可以表示唯一的就一个 这两个字呢 更文言 更适合书面中使用了 我们大声来一遍 loan loan 再看第二个 solitary solitary 这两个字更文气一些 也可以表示唯一的就一个 那比如说 Owen scored the long goal of the match 就Owen打出了全场比赛的唯一力入球 就一个唯一的 long用这个词 可以 用single或者only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solitary这个词呢 咱们以前曾经提过一次 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这个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提过第四册的第三课 Metwork Man里会有这么一句话 They had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the top 这个they就是指早期的那些登山者了 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目标 他的唯一的一个目的 就是山顶 他们不追求登山过程中的快乐 只追求成功的征服这座大山 这个细节 我们到了第四册 李老师会相信 给大家再进一步讲解 我们看single跟solitary在这里 明显是为了避免重复的一个替换 A就是后面的歌舞 只有一个目标 目标只有一个 这重复使用 是为了加强语气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唯一的就一个 这个相关的一些词汇 可以放在一块 同时记住 我们写作中替换 就不就清楚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动词令人眼花缭乱 令人晕头转向 注意这个词发音容易错 不要我都说be wilder不对 跟老师大声那边 be wilder be wilder 注意容易读错 令人眼花缭乱 晕头转向 头晕目眩 尤其表示 同时出现多数 很多的东西 或者大量的选择 不知道该看哪一个 不知道该挑哪一个 同时出现 众多的人或事物 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这是个急语动词 比如说 be big traffic big city traffic be wilder the country girl 这个用的恰如其分 big city 大城市 traffic 就是车水马龙 大城市的车水马龙 使这个乡下来的女孩子 有些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晕头转向 不知道该看哪一个车 过马路时也不敢过 没有把握 这个traffic 李老师说过 可以表示路上行驶了 全部的交通工具的总成 就现在在路上开的这个车 它一般可以当作 不可署名词来用 那在这儿用的是对的 令人眼花缭乱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本文中也出现了 就是令人晕头转向的 令人迷惑的 就是后面将ing 变成分词当形容词来用 我们大城再读一下 be wildering be wildering 李老师说过 ing当形容词来用 一般表示令人什么什么样的 形容事物的特征 而异地呢 一般表示人的感受 excited 是兴奋的 exciting 是令人兴奋的 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令人迷惑的 我们也看看在本文中 第六行 就在本课书中 38课的第六行 课文第六行 出现了 the bewilder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令人眼花缭乱的 大量的信息 也是形容事情太多 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不知道该看哪一个 令人眼花缭乱的 be wildering 可以同时记住 包括搭配和发音 非常好理解 对吧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个 我们经常一块来用的 就是动词confuse 这个词也多强调 由于事物或者选择太多 而令人迷惑 令人晕头转向 比方说 they confuse me with their conflicting advice 他们那些互相矛盾的建议 令我有些迷惑困惑 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不知道该听谁 这个说往左走 那个说往右拐 那个说往上走 那个说往下走 那个说跳河去 那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该听谁的 最后就跳河了 confuse这个词表示 be wilder相同的 类似的含义 也是同时出现众多的选择 而令某人不知道 该选哪一个 迷惑不解了 它的雄词形式呢 就是confusing confusing这个词 类似于刚才看到的be wildering 令人眼花缭乱的 晕头转向 好 我们可以看几道考试真题 比如先看一道 这个六级的一道选择题 当年一个六级选择题 它说 many tourists were什么的 more怎么样 by the city's complicated traffic system 很多游客 被这个城市里 错综复杂的交通系统 而搞得怎么样了 complicated 略有贬义似味道 就过于复杂的 错综复杂的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第一个 be degraded degrade表示 使降级或者使恶化 这个游客被恶化了 被降级了 这不通顺 这个 be选项 be wilder的吧 这恰如其分 因为错综复杂的 这个交通系统 这个一个路口 或者这个三叉路口 那个六叉路口 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用那个b 是对的 这令某人 这个晕途转向 令某人迷惑困惑 可以用它 那么这个c选项 be evoked 这个evoked表示 唤起某人的某种感情 被唤起感情了 根本不通顺 这个diverted 别是使拐弯的意思 游客在这被拐弯了 这也不通顺 所以呢 对这个错综复杂的 交通系统 感觉就困惑 迷惑不解 不知所措 用be bewildered by 完全正确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道 当年考研的 阅读真题的片段 当年这个国内 考研英语的 一个阅读真题片段 咱们看看这怎么说 他说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raffic regulation schemes are devised the poor bewildered driver finds himself diverted and falls into one-way systems which cause even greater delays than the traffic jams they're supposed to prevent 这个句子稍微长一些 不着急的慢慢看 这个As可以翻译随着 或者翻译因为 都讲得通 都对 比如说翻译随着 随着越来越多的 这个交通规则的 计划被设计出来了 这个scheme 可以表示计划 规划 也可以表示阴谋 轨迹 这是多意思 在这当然是计划 规划了 交通规则 原来是规则了 被设计出来 devise 咱们在26个讲过 就设计某个东西 或者发现 因为也行 越来越多的 交通规则的规划 被设计出来了 怎么样呢 这些可怜的 bewildered driver 就是晕头转向的 就搞得晕头转向了 就是那交通规则 成天总变化 怎么样呢 就发现他们呢 是怎么样呢 必须得不停地拐弯 这个diver的 就转弯的拐弯的 就在这儿的拐弯 那个地方的拐弯 刚刚在上一道题 选择提现过 好 那么是咱们 并且呢 被迫进入了一个 单程的这个系统 就单程 这个单行路的 这么个系统 就很多地方 就不许你乱拐弯的 就是你必须得 绕来绕去 得绕过这个 在以前能够走的路 因为现在是单行路 必须得绕过去了 那是怎么样呢 这会导致 甚至更为多的 一些单个延迟 比什么呢 比那些 这个交通堵塞 什么交通堵塞 在家定义从据 他们 这他们就是 前面schemes了 这些规划 本来呢 他们应该避免的 这个交通堵塞 要 单个反而要更多了 就现在呢 都是单程路 确实单行路之后 不堵车了 但是司机里绕远 绕来绕去 结果发现 现在耽误的功夫 比原来堵车 还要更厉害 说明这个交通规则 到最后得不偿失了 这个意思 bewilded 因为错综复杂的 交通规则 总来回变化 司机搞得晕头转向 用bewilded的 这个词形容人的感受 是对的 对吧 bewildering表示 事物的性质 bewilded是人的感受 用的完全正确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几个 咱们考试必备词汇 也是使迷惑 三个词都是 使移动词 可以同时记 我们刚才说那个confuse 和bewilded 一番强调 同时出现大量的事物 而是谋迷惑不解 这三个词呢 一番强调 因为它本身 特别难度特别大 因为本身的错综复杂 难度特别大 导致人们迷惑 困惑不解 它不一定出现 很多的事物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uzzle perplex baffle 再来一遍 puzzle perplex baffle 也是表示使迷惑 它强的本身 因为非常非常复杂 另某人迷惑不解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murder case still puzzled the police still perplexed the police 或者still baffled the police 这是用一般规矩试来 这些谋杀案 依然令警方非常困惑 谋杀案呢 就这一个案子 但案情错综复杂 这令人迷惑不解 困惑 它强调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puzzle 当名词 本来就可不是迷 或者谜题 这个意思 那么他们的形容词形式 令人迷惑不解的 也是强的 因为过于复杂 过于难度高 而令人迷惑的 我们可以用这几个词 都是用它的 ing的现在分词形式 但是形容词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puzzling perplexing baffling 这是因为puzzle和baffle 是字母意结束 去掉意之后叫ing 再来一遍 puzzling perplexing baffling 这是令人困惑相关的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